最主要是因為有經營大學生騎機車的一般 我們為了有配合的就是做公車入入校園的活動 我們現在已經說到台南48所大專院校其實都有公車進去 那當然進一步說不會要吸引我們學生可以打公車 所以我們會做進一步的宣傳活動 那有別於以前的實體宣傳 先考量所有大學生 因為大家都使用社群網路的名字 所以我們透過這種網路虛擬的方式 就是這個大學生台南大公車這個粉絲專業 那希望藉由這個活動吸引大學生可以來多多達成我們的公車 那我們活動其實第一波活動已經在6月25號已經展開了 那當然在這邊說明是在7月18號的時候 我們已經完成了第一個抽獎 那接下來其實就是說 現在在7月底的時候我們進行第二波活動 那是希望鼓勵大學生持電子票證 那車只要先上網登入你等 yolo卡或是e卡通的卡號 只要打滿20次就可以參加我們的抽獎 那我們抽獎會說 那第一 第一個第一名台有那個筆筆電還有相機還有那個吹風機等等 那另外就是我們還有提供那個最多搭訪 就是我們到10月24整個活動結束 就是搭乘最多的前6名有機會獲得拍力的相機以及我們的行動電源 那另外我們除了這兩波活動也還會再進行第三波活動 邀請現在那個當下的那個非常夯的那個天天團 然後我們把UnderLab來交 那個配合UnderLab的那個他們的人氣來宣傳我們大學生 台南大公車的粉絲專業 那那邊我們第三波活動只要針對這個活動 然後呢粉絲們只要分享並且按讚這個文章 並且又會有抽獎的方式 利用抽獎的方式看是哪一所大端運銷的票數最多 那UnderLab就會到那個改校去舉辦現場會 那希望藉由這個機會讓 台南市的大端運銷學生可以渡過大崇龍的公車 那修盡我們都會出發展 謝謝 好 謝謝